元代又花季健走等六场次的健走活动要在明年登场 花联县政府邀请到专业讲师邀请各局处同仁举办了 2022路跑与健走活动和城乡行销跨局处创新企业陪力工作坊 期盼可以及时广义交流合作再创健走活动的新创意 也邀请更多的民众走进花联 花联拥有好山好水的先天优势 为提升花联县府创新能力 日前举办2022年路跑与健走活动与城乡行销跨局处创新企划陪力工作坊 由台湾新品种旅行设计师洪振宇主讲 以聚焦思考与沟通整合力 个案分享与讨论、企划力实作、报告与点评修正等四大主题 希望透过跨局处合作交流 勤速花联各健走活动独特内容 钢笔一开始是沾默的 那后来就是说有一个人去改良让他是可以 可以装,以前是沾默,后来装在那个 装在那个有一个,可以装在墨水瓶里面 就是墨水可以倒在里面 他请问是有一个人发明 请问他是导游,是寄责还是保险业务 你觉得是哪个 希望我们在明年的六场的这个建走里面 结合整个花联的深川离海 还有我们环境有序的概念 希望透过这个办的建走 无论是这个元旦迎新新的一年 或者是我们对这块土地 每一次建走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自己的乡亲 还有来的游客更深入的了解花联 让他们来到花联觉得他务须死心 花联县府未来将举办七场工作坊 包含一场整体年度创新计划工作坊 及六场实力探勘 沟通整合工作坊 集办透过跨局处计划陪例课程 提升主办局处沟通整合能力 以及创新计划能力 藉由创意内容路跑见走主题规划 结合地方特色 吸引更多乡亲外地游客参与 提升乡镇行销 让更多民众走进花联 记者长邦彦女士报导 记者长邦彦女士报导